赖政府搞什么鬼 我们是在礼拜天 10月27号的下午的1点半 民众党K记者会预告周日即将扮鬼上街 高举批赖大旗 就是想为党主席柯文哲教区 赖清德16年前 说积压是侵害人权 两个月查了 查下去现在查到什么 赖政府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也受不了现在出现的鬼故事 请当天一定要站出来 民众党的鬼故事最多 比如说金华城20%的龙鸡奖励 依法无据 连柯爸爸的病情都拿出来消费 我觉得这才是最鬼的鬼故事 民众党的动作多 想替自家党主席讨回公道 不只洞口吗 一个自称白色游击兵团的组织 在网路上号召民众进行武术训练 和轻鸟对抗 还说场地会跟民众党高雄党部商界 不过高雄党部紧急发声明 指出由党员善用党部名义 发动活动资讯 更呼吁散布不实讯席将严惩 这让网起人怒轰 场地不借就不借 并强调自己是民众党的义勇军 一毛钱都没拿 双方一度杠上 这是民众自主发起的活动 觉得大家不用硬要扣连 然后放大解读 白色游击兵团是要针对轻鸟 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 也有很多支持民众党的 已经清醒了 那还有一些不清醒的 我们也希望说他可以看得更清楚 白色游击兵拿木剑用主刀做训练 引发争议 柯文哲社会 整个民众党到支持者 全都聊得去 明日新闻最好报道 明日新闻最好报道